釣魚考驗的除了是技巧 更多的是耐心 或許如此 很多人都把釣魚 歸類為有年紀的人 才感興趣的事 但事實上 喜歡釣魚的人 也不乏年輕人 有五名在籍學生 就因為喜歡釣魚 經常一起釣魚 而意外地走上了一條 創業的道路 位於東海岸的乌羅碼頭 上午有一堂課正在進行著 今天和我一起的有WIN 我們一起在開班 來教導一些新的釣魚愛好者 怎麼釣魚 我們這邊的參與者 大概都是年輕人 然後偶爾會有些 爸爸或者媽媽 帶著他們的孩子 一起來學習這個愛好 這個讓釣魚新手 學習釣魚基本技巧的課程 是由李子彤 以及另外四個好朋友 聯合創辦的釣魚用品店 所開辦的 開課一年來 報名參加人數已經超過100名 我們SG釣魚 一直開班的次數 大概每個月一兩次 可能最多大概會三四次吧 然後你把它往上拉 往上拉 我會來上這個課程 因為釣魚有蠻多的疑問 所以我來嘗試嘗試看 當然我會介紹這個課程給我朋友 因為我覺得非常有滿足感 釣了很多魚的時候就覺得很開心 我覺得很有幫助 因為平時要想要學釣魚 也不懂要從哪裡開始 器材這些他們也都準備好了 所以也不用特別去買還是之類的 因為我從來沒有釣過魚 然後想說嘗試一下新的東西 對 其實我們開班的長遠的目標 不僅是想要讓更多人去認識這個愛好 也是同時教導他們說 如何為環保貢獻一份力 他們提供的課程有兩種 一種是按邊定點錘釣 讓新手們先學習和掌握 基本的錘釣技巧和知識 另一種則是在獨木舟上錘釣 水上的經驗會比較不同 而且我們會有專人指導 這個釣魚的點會很好 你在這邊怎麼放 怎麼釣 怎麼去玩 會是會比較享受的一個過程 他們開設的公司 在本地算是少數 提供釣魚教學課程的釣魚用品店 不說不知 這家店是由五個 17歲到20歲的 在籍學生聯合經營 現年19歲的李子彤 是團隊裡唯一的女生 目前在理工學院就讀商業課程 我加入SG Fishing Week 大概是去年9月的時候 才算是正式加入 我自己也是對釣魚有感興趣 就可能每次在旁邊看人家的時候 就想說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愛好 是怎樣去釣魚 就對這方面有興趣 他們都是釣魚愛好者 然後他們就邀請我一起去試試看 然後就發現其實還蠻喜歡那個感覺 公司原本是由三名熱愛釣魚的 同校生創立的 他們後來也邀請另外兩個 同樣喜歡垂釣的朋友加入 他們從在網上售賣釣魚用品開始 到今天已經有了一間 坐落在淡賓尼的實體店 我們的上課時間大概都是在早上 到最多下午兩三點左右 所以我們中間的時間就會空出來 經營這個生意 然後晚上就會做我們學校該做的事情 就是功課 為了開設實體店 五個年輕人紛紛地投入了自己的積蓄 剛開始他們售賣的是不同品牌的釣魚用品 後來決定設計自家品牌的魚竿 並把價格定得非常的實惠 希望能夠讓愛好者不必花很多錢 在這份興趣上 因為其實釣魚也算是一種運動 然後也算是一個比較不常見的運動 我們開這間店的初心 就是想要把新加坡釣魚的群體 就給它擴張嘛 而且我們不僅僅是想要看到 年齡比較大的人在釣魚 而且我們想要看到 比較更多的年輕人 一起來享受這個愛好 去認識這個愛好 從討論 研究 到設計 改良 每一隻魚竿都需要花 至少半年的時間才面試 創辦人之一的Haikil 就是設計和改良魚竿的主要負責人 他從小就喜歡釣魚 因此對釣魚用具了如指掌 他希望通過改良一些用具 以減少危害海洋環境 這就是我設計的一些鞋子 你可以看到這些鞋子 其實有鞋子塗製的層體 所以我們把鞋子塗製的層體 就是鞋子塗製的層體 是在魚竿的問題 所以我們把鞋子塗製的 我們把鞋子塗製的 我們把鞋子塗製的 我們稱為保護鞋子塗製的 我們有些產品 像釣魚和放鞋子 我們正在嘗試推廣 讓鞋子塗製的更多 環境地友誼的 鞋子塗製的 開業一年來 他們信了許多年輕的釣魚愛好者上門 你好 我在找魚竿 進來我們店光顧的顧客 基本上是大概12歲到21歲左右 大概他們佔了40%的我們的顧客群 這個是多少呢 這個是我們最 因為我看到我朋友釣魚 我就問他這個魚竿在哪裡買的 他就介紹我來這裡 因為這個套製裡面什麼都有 所以我就選擇買這個 因為看到年輕顧客對垂吊有興趣 卻不知從何下手 李子彤和夥伴們便靈機一動 決定開辦課程 讓更多人學習垂吊 並且培養這項興趣 由於本身熱愛釣魚 因此李子彤和夥伴們知道 什麼樣的課程內容 才能夠吸引年輕人 從興趣發展成生意 對李子彤和團隊來說 一切始料不及 雖然得兼顧學業和生意 他們卻忙得興致勃勃 我覺得我們把我們的初心 看得很重要 就我們不會因為負面的東西 就放棄了自己 一直以來堅持的愛好和目的 我們SG Fishing Week長久的計劃 就是想要讓更多人去認識這個愛好 去推廣這個愛好 認識我們的品牌 一起為環保貢獻一份禮